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音乐这件事了 不管大家在电视上看到MV也好 然后或者是整个唱片宣传 企划 包装 文案 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都跟音乐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可是却又有一个切不断的连结 那所有东西跟音乐都是有相关性 可是本身又可以独立出来变成一种艺术 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 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设计大师 郑思维老师 思维老师你好 聂林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思维老师今天一直跟我讲说 我可能讲话很冷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 让我们节目觉得非常的 很冷 不过我觉得应该还好啦 因为我的声音比较低沉 然后我讲话比较慢 所以呢我的学生呢 有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 你们如果上课的时候 会感到很想睡觉 那不是你们的错 那是我的错 对 因为穗老师现在是很多个地 很多个学校吧 也不只是学校的教授 我在文化大学的广告系当老师 然后呢我在福大一枚系有剪课 那学学文创呢 我固定也有上设计的课程这样 因为老师最让我觉得 应该是所有大众啊 比较对老师熟悉的作品 就是唱片的封面设计 对 我一找的时候 其实是在做那个 所有设计师呢 入行 就是个人的工作是入行 门槛比较低的 那个就是书的封面 但是书的封面会门槛比较低吗 因为书的封面呢 要做的东西没那么多 然后它的单价没那么高 那很多出版社呢 其实都愿意让新人来尝试 而且出版业那时候 我们刚入行的时候 那时候的出版量还蛮大的 每个月都要出好多书 对 所以呢 他需要很多的设计师 所以呢 很多刚毕业的设计的 科系的学生呢 就从做封面开始 会比较容易入手 这样子 可是其实书的封面 像我们现在唱片封面 可能不管金举奖 或者葛莱梅都有一个奖项 就是给唱片 可是书的封面好像 也有那种奖吗 就以前是包含在那个金丁奖 但后来独立出来 有一个金碟奖 对 金碟奖 那金碟奖就是奖励那个 一些特殊的书的包装 或者是一些概念的东西 像一些知名的设计师啊 像王志宏啊 或者是聂永珍啊 他们都有得过金碟奖 金碟奖 对 蝴蝶的碟 因为像设计 不管是书也好 或者是CD 就是唱片 可能所有的 它的概念 是不是要跟它的内容 有一些相连结 然后还有它的 它的画面 主要要抢人家的眼睛嘛 那就是又要跟内容 那如果内容很枯燥 那到底要怎么设计 才可以说是两边都兼顾 比方说以书或者是唱片 那书的话 当然是希望能够把 就借用书封面这样的形式 去衬托出它的内容 或者是传达出它的内容 但是因为书比较特别 就是说 它不太会有任何的经费 去做宣传 所以书的封面 有一个成分是在做广告 对 所以这封面也算是广 对 因为它没有其他的广告 但是呢 慢慢慢慢的呢 有一些比较有概念的书店 它会把它分开 就是说 我这个书就是一个设计 它就是一个包装 那广告呢 它们另外做 但是有很多做设计的人 其实是把它混在一起做的 就是书的封面 看起来就是一个像广告的东西 对 但唱片业由一直以来 它就是分开的 对 唱片呢 就是像MV啊 或者是做一些文宣啊 跑节目这些 它有它比较专门的 另外一套系统 所以大部分的唱片呢 就是真的在做一个 这个商品 一个包装 一个装振 然后呢 是一个粉丝都会很喜欢 收藏的东西 对 尤其是最近这一些 大家在唱片包装上面 可以花下去的预算 好像有渐渐增长的趋势 这真的是个好事啊 对 因为呢 其实它必须去改 去怎么讲 去适应一个网路下载音乐 这样的一个风潮跟趋势 所以它在实体唱片上面 如果没有办法 这个做到让人 让人想收藏 想收藏 就像你去想 为什么现在电影都要做3D一样 对 那么大家不进电影院看啦 看DVD就好 你要到电影院来呢 就是要不一样 就是要更立体 更享受 那所以我们买唱片 我愿意到唱片行去买实体的唱片 那它要带给我的乐趣 就不仅止于声音而已 它有很多的质感 很多的创意 很多的视觉 或者是触觉 很多的这种创意的包装形式之类 所以现在的设计师 一来是说可能没那么好混 但来 二来呢 就是说其实要挑战的东西也比较多 那成就感会比较高 因为唱片设计 大家现在可能一般听众朋友可能觉得 就是它你看到的画面 大家看到CD封面就觉得 那个封面就是所谓的唱片 其实事实上根本不只是那个样子 对不对 它包含 因为老师你可能要对很多纸质 对 或新的科技 有一些了解 然后还有里面封面 其实每一个版面你都要顾到 不是只是封面那个最重要 封面当然是大家看到的第一印象 对 那老师你在选址啊 或者是去研究新科技上面 是不是要常做功课啊 所以你要有很好的搭配厂商 或者是你要常去逛 去逛去看新的东西 或者是你要 常常的去收集这样的资讯 对 那我们 我们绝对不是那种 天才型的 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努力 去了解 去搜寻 去收集这些资料 我想就算真的是天才型 不过老师你讲 你不是天才型 那其实其他的很多 其他的正在设计 想要走这一行的小朋友们 会觉得啊 好难过 可是我 老师都不是天才型 我必须实话实说 就是说这个行业呢 一山 就是山外有山啊 人外有人 那不见得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它需要一些机运 可能你十分耕耘 才会有十分收获 你九分耕耘 可能都还不见得有收获 可能你要累积到十分的时候 它可能才有时候 而且不见得 这个timing也很重要 就是说比方说 大家都说我很低调 其实并不是 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出 什么很棒的东西 但是刚刚好就是在 某一张唱片 刚好就被提名 那被提名之后被看到 大家才会去想说 那你以前到底做了什么 对 但是我大部分的东西都不好 因为我大部分东西都 都是佛商业 不过老师你这样讲 我就知道你未来一定会 还有更好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是说 如果你一直回顾过去 沉醉的 我做这个有多棒 你看我做这个多好 它后面就没有办法再进步了 也对啦 也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 比方说聂永珍 他自己出了一本 第二本的作品集 他就书名叫做没有代表作 所以设计人常常都会觉得 最好的还没有出现这样 对 这样也会让我们更期待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郑思卫老师 到底为什么会忽然爆红 以他如此低调的个性 没有 因为 思卫老师 有一张专辑入围 葛来美奖 叫做如来如去 对 如来如去 对 那张专辑 其实我看到那封面 我又有点吓一跳 怎么那么简单啊 对啊 在 刚入围的那五张 你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它真的很突兀 它真的非常突兀 它就是 我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是一片叶子 然后那叶子是那一种 把那个 菩提叶 对 对 把它那个叶片刷掉 剩下它的那个网络 那个叶麦 对 叶麦 对 叶麦 然后它的四个字 如来如去是 嗯 九十度旋转的 对 嗯 这样讲大家可能 大家会好奇 好奇就会去 自己去搜寻嘛 对 那那个 其实我太一直跟我在说啊 不要再讲如来如去了 不要再讲如来如去了 哈哈 那因为呢 就很怕就是呃 沉浸在以前的这种 嗯 这种光辉当中哦 嗯 然后其实说真的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新的好的作品出来了 那那也没有很久以前啦 真的蛮久了 嗯 那呃 每一次都提这个东西的时候 好像变成说我们是没有新的东西 但其实那是一种心虚的表现 你知道吗 那那天在呃 永和散步的时候碰到孝青一样跟他聊天 他就说你应该要宣传啊 你应该要宣传啊 如来如去啊 你的绿色方舟啊 你要大大量的去去去去去谈这个东西 但是我才发现说哦 原来原来连这么厉害的设计师 他们要产生新的作品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嗯 他说三年五年有一张好的作品是很正常的 嗯 这是我才放下心来 嗯 所以呢 今天我就可以谈如来如去 可以释怀的谈啊 对对对 不用那么欣欣 那我真的很幸运 对 那那张唱片一开始是苏英啊 就是蜂巢的音呃 呃 艺术总的 呃 企划总监 嗯 嗯 呃 就过来 然后呢 说有一张新的唱片是何训田的唱片 嗯 那我们之前做过他的唱片 呃 声音图鉴 那他也是因为很特别 很 对 很特别的作曲家 作曲家 对 那呃 我们听了一下音乐 然后用我的没那么好的音响 然后呢 一面听其实我们都在哈拉 嗯 那通常呢 唱片企划跟这个设计在聊新的案子的时候 大概 大概有八成的时间都在哈拉 嗯 然后有两成的时间在谈案子 嗯 尤其像跟呃 虞书英这么熟了 所以其实大部分都在谈狗啊 谈什么啊 这些东西 那后来呢 我们就很快的进入主题 说呃 用菩提叶 我已经忘了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用 对 谁先提到菩提叶了 可是后来去回想一下他的文字 他的精神 其实菩提叶是最适合的 嗯 那 就是呃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对 那他在谈空 他在谈一种 呃 反正人都是要回到最最原 呃 最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一种 一种呃 有一点轮回的概念吧 或者是有一点回到最原始的那个状态 所以如来如去运那四个字呢 我就让他是一个 你不知道从哪里念 嗯 对 他就是一个绕来绕去 反正念 其实也都是如来如去 对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 就是要玩这种 嗯 然后呢 菩提叶 我们就想说菩提叶 其实 真的很宗教 嗯 但是这是一个跨界的音乐 不想让他那么宗教 那 但是又是菩提叶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这个菩提叶 看起来很有设计感 嗯 但不那么宗教 嗯 但又有空的感觉 嗯 那我们就直觉就是 就是一个漏空的 只剩叶脉的菩提叶 嗯 对 我想 我们今天可以跟 四位老师聊很多 然后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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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